哈喽大家好 现在又要来开直播分享的车总叠呢 是Honda Civic 9代 跟下午一台黑色的呢 一样都是Civic 9代 那这台呢 并不是客人的车子 这台呢 是我们KT里面自己同事的车子 因为刚好也有安装嘛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这台呢 既然是公司里面KT里面自己同事的车 如果有Civic 9代的车友 需要安装的话 安装池车要做试程的话呢 就可以过来工厂做试程了 那今天安装的版本呢 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点 因为车主的车子有改了涡轮 所以它的马力比较大 它的需求的版本 也跟一般的道路版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版本呢 彈簧还有上座主尼的配置呢 都比较跟下午的那台车呢 比较不太一样 那它原来呢 也是 所以它的原来安装的避震器呢 是 是 西威士的品牌 这应该是一般道路版本的啦 那后面的话呢 来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的后面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那它的桶芯呢 是加粗的 防尘套呢 大概有介绍过了 这种是全罩式的防尘套 能够对轴芯呢 做全面性的保护 那它的后面的内装呢 因为本来就已经抓装了那个拉杆 所以内装都拆掉了 所以我们在施工的时候相当相当的方便 那所以也就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CIVIC9 它的后面的边境呢 上部调整的相对位置 把镜头拉远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里呢 就能做主尼的调整了 顺时针调整就是变硬 逆时针呢 就是变软 它有一个 一个一个的手感 可以调整主尼的软硬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前面的话呢 配置的设定 也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公斤数呢 有因为波轮增压 所以有在把公斤数呢 提高了一公斤 这个是原来在下的CIVIC 应该是配置100 180长7公斤的 它后面的话 CIVIC是配置的6公斤 那这台的前面我们因为 正常的道路版本 我们是会配置7公斤了 那这台的话 因为有改了波轮啊 所以我们特别把公斤数呢 硬车子的需求 我们再加高了一公斤 那特别的地方是这台呢 也有指定要装鱼眼上座 所以这台的鱼眼上座 也都是在特别另外另外在定做的哈 那还有上座的下方呢 这台车 其实我们有KT的鱼眼上座 我们都会在特别在上座的下方啊 再多了一个轴层 这里刚好有避震器 我刚好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就是上座下方呢 我们有埋了一颗指推轴绳 这个是鱼眼上座嘛 那上座的下方呢 有放了一个 让转向更轻巧的指推轴绳 那这个是喜美9代的油管固定架啦 IBS感应线 都是仿造原厂的位置 就是原厂的 原厂的话 车主好像已经改蛮久了 所以他装了 西维斯应该装两年了吧 所以西维斯品质 应该也还不错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这个八代跟九代 他的避震器呢 上座就是在前挡的下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常常会有积水的状况 所以用了一段时间呢 就会有生锈的状况 所以如果车友啊 对车子比较 会在意这些小细节的话 建议洗完车之后啊 在这个上座的局部 噴一些黄油 高状的黄油呢 对上座的寿命 会有延长 能够延长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鱼眼上座 我们喷涂了一些白色的东西 来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的东西呢 就是防锈的噴漆 防锈的噴漆 能够有效的 把鱼眼的寿命 把它加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台的涡轮在哪里 这一台是外挂的涡轮 而且这一台的涡轮是几套的 T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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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C8的一样的规格 那现在增压值打多少 增压值0.7 以自排来说 0.7 几乎是差不多 再上去的话 有点危险 因为这一台还是维持原厂自排 这边的话还没有装好 因为我们同事的话 也在学习要菜装 所以今天菜装的速度 会稍微比较慢一点 因为就让大家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是本来是席为师的 那今天要换成来这边 换成我们自己家KT的品牌 上座的话 厕所也有特别指定 要用鱼眼上座 所以今天菜装的工时呢 会稍微比较久 哈啰阿鲁老板 阿鲁老板 你要不要发个言 打个广告一下 北区的话 北区的话 阿鲁老板 你帮我们打个广告 要到卢州 卢州都有 喜美八代好像有现货 一般道路板的 现在再调高低哈 这是后面 基础改装的部分 这个已经有改了是 就是一样是17寸的 17寸的底圈 然后后面的话是四盟的加大铃 前面的话也是四盟的 你以前是四盟的四活塞 前面的话是四盟的四活塞 这个后面是四盟的加大铃 因为今天 并没有要降的特别低了 但是 那个同事车厨 他以后也会 再把 那个阳脚帘氧器把它改上去 因为降到大概一指 一指多 所以就会 就需要把阳脚帘氧器把它 装上去 好 这是后面的Hilo key 在上方 下午的黑色的 酒袋的话 大概有提到过了 像这样 避震器跟弹簧分开的结构 后面最主要安装的重点 就是在 他弹簧的浴宰千万不能过多 弹簧一旦浴宰过多 一定就不好做 一定就不好做 小猪你好 德伟你好 所以后面的话呢 安装的特别重点 就是弹簧浴宰千万不能过多 我们把后面的筒身呢 调的太短的时候 他的浴宰就过多 一定就不好做了 他太松那不可能啦 如果他有太松的话 他就会有阴影 所以一般来说 即是在安装上 比较有失误 通常都是调整的过减 调整过减 后面的话 后面的那个 装塵套 我们也都是做全罩式的 刚刚有介绍过了 这个都是全罩式的防线套 后面的 Hilo Key的上方跟下方啊 这一台本来改西维斯的时候 都已经有附原厂橡皮了 那都已经有附橡皮的 原厂橡皮都不在了 刚好我们这一台车呢 上下呢 我们也都有附橡皮啊 所以就不需要再使用 原厂的任何零件 那今天配置的他们 是160厂 7公斤的 就一般的版本 主要是前面的阻尼 还有后面的阻尼 都有加重 这个阻尼后面是粗的哦 是粗的 用前好了齁 我们来看一下 右前尼随眼装好的 只有插离仔串 还没有装上去 这一台的公斤树呢 前面是配器官 大家可以看到哦 用这样转的时候很轻松 就能够转动了 最主要就是刚刚啊 在上座下方有一个走绳 所以这个在转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轻松 这就是那一颗走绳发挥的效果 这个是ABS感线的扣序的位置 因为有改了金属油管 这个扣序的话 那个有点太短 所以我们就把它移到上方 9代改涡轮跟8代改涡轮的车友 相对比例是应该是稍微少一点的 如果这一台是SI的版本 配六速手牌来改涡轮的话 那潜力应该相当相当可怕 毕竟引擎的本质就很不错了 OK好 我们的那个Fortys Sportback的车友 已经来欠车了 所以呢 我们再把把那个大概简单的跟大家做介绍一下 那大概今天的那个直播就到这里 这是CVIC9代 9代的话还是一样很 真的很谢谢9代的车友那么捧场 所以如果有需要试乘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系 因为我们工厂里面 先从明天开始就这一台试乘的 试乘车的9代 可以借大家做看看 B&N系呢 问我们好不好做 老王卖瓜绝对不准 那有机会的话呢 就来试乘看看 多多比较 不见得只要试乘KT的 做B&N系的品牌那么多 就建议大家多多做试乘 喜欢再列入考虑就好了 OK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9代的直播 还有进度好像才只有60% 所以先告一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再跟我们小编联络 好谢谢大家 好拜拜 谢谢